準總統賴清德第三波內閣人士出爐 國科會主委將會由南台科大校長吳成文出任 吳成文除了學精力豐富之外 50多年前他還曾經是巨人少棒隊的主力投手呢 並且在1971年威廉波特少棒賽當中 標出了11K玩瘋對手 幫助少棒隊拿下冠軍 抡起球棒步入打擊區準備回棒 開賽之前還熱情舉手跟觀眾打招呼 打擊預備動作英姿非凡 接著站上投手球 標出11K玩瘋對手 這位小男孩叫做吳成文 53年過去現在可是大有來頭 那位曾經在拍大合照 還不小心閉上眼睛的小球員 現在不但是南台科大的校長 今年5月更是確定進入賴內閣名單 接任國科會主委 成為決策國家重大科技發展的重要舵手 歡迎我們未來的國科會主委 小時候的吳成文曾立志一輩子打棒球 允文允武 成績優秀的他考上台南一中 剛好當時南一中沒有棒球隊 市長也建議他努力升學 後來他才改走學術這條路 成為科學家及教育家 而作為曾經風靡全台的巨人隊 少棒國手 連已故的中職教頭徐聲明 前職棒球星李居民也都是他同期的隊友 53年前1971年 吳成文主委揚明國際家戶戶曉 世界冠軍少棒巨人隊的主力投手 吳成文在接任南台科技大學校長前 也曾在清大成大擔任副校長 過去在馬政府時期 也擔任工研院資深副總 暨首席技術專家 學精力豐富的吳成文 如今前進國科會 少棒國手的精力 也為賴內閣增添亮點 就盼能為台灣重大科技發展 再次集出全雷達 介紹人員 大家台北采訪報導 請教導人員